吴肖雷的事情在前一阵被宣判 两项有罪 可以处罚每项最多五年的徒刑 这是正义得到实现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这可能是这些年来第一次 一个就是中国学生因为威胁 另外一个中国学生压制他的言论自由 被审判 在过去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 就是中国学生在这里所面临的这种处境 那么这一次就是吴肖雷 他的那些威胁 实际上是非常具体而且直接 所以我也很了解 就是对于受害人Zoe 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直到今天我们都能感受到 那么这个事情呢引起了全国性的注意 到现在这是一个可以说有重大意义的案子 因为美国是一个案例国家 就是法律体系 那么这样一个案例比较有着重大的影响 对于那些热爱自由民主的中国学生 可以看到美国的法律会保护他们 每这个问题都有些认为 还愿त静